字幕君 Hello 我是Grey 好久不見啊 最近因為刻意壓力和身體不適 停了一段時間 今天要讓大家介紹的是 國東禁旅 廢城廢城人 那話不多說 開始囉 在17賽季強勢找來 Carl Santana 和 Jack Arrieta 兩位大咖助陣 並在18賽季初打出正敗差 正15的戰績 但在季末49場中卻輸了高達33場之多 這也使得他們在休賽季放手一搏的決心更加強烈 不僅在自由市場 甚至在交易中網羅了數位S級的助權人 無疑是這個冬天最大的贏家 經過10年的籌籌 這個賽季是廢城人走完重建的最後一禮物嗎? 我們一樣先從這季戰力遊動圖 來看一下廢城球員的異動吧 廢城人在休賽季一開始 就將上季高薪低舊只打出2x29打氣的Carl Santana 加上潛力新秀JP Crawford 透過與印第安隊和水手的五人交易 換來去年打出3x03打擊率20道 則頂尖遊擊手Jim Shigura 他的加入不僅帶給廢城前端棒次強大的破壞力 Shigura的速度和遊擊區穩定的防守 正是Jimmy Rollins 退役後廢城一直渴望且眷缺的 同時在交易中也拿下擁有救人經驗的Nicasio 不久以後又以3年5千萬美元簽下前海賊王Andrew McCartin 雖然這位沙茶老將已不負當年MVP級的身手 但他的速度和高上磊率能和Shigura成為聯盟最有侵略性的打線前鋒 大家別忘記McCartin更是休息室裡的精神領袖 他的加入對於這支新組成的隊伍是一支強心針 捕手部分費城不惜端出農場頭號新秀Sisto Sanchez 這名被譽為下一位神之右手的大物 將馬林頓換來聯盟最全面的捕手JT Realmuto 而牛棚部分則簽下前條文軍老同學David Robinson來補強牛棚深度 最後用13年3.3億美元簽下天之膠子Brice Harper 也幫助球隊的補強藍圖畫下完美的句點 關於RealMuto和Hopper的交易案我都有做過相關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有戲劇的朋友可以自行觀賞 總結下來Ray給出A加的成績 無庸置疑的這次的休賽季費城是最大的贏家 下面這張是費城19賽季的先發陣容圖 捕手是由JT Realmuto負責蹲 一壘則交由Hoskins 二壘則由Cesar Hernandez和Jins Gura負責把關 三壘交由Franco負責正守 外野則交由Andrea McCartin、Herrera和Hopper三人共同負責 打線中最讓人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莫過於Brice Harper 但開季打出逆線成績後 最近打擊率卻每況愈下 目前只繳出2x22左右的打擊率 很難讓人與15年MVP等級的他聯想在一起 資料統計Hopper這一季在主場只有不到1x7的打擊率 而他的好球帶無法有效擊球率和被三陣率 都是創下山崖新高 或許是心理因素或許是在適應 現在只能等他在比賽中慢慢找回感覺 Hoskins在馬卡全到來後 終於能減輕其在外野的守備工作 而回到他最熟悉的一壘 目前擁有2x51的打擊率和11轟的穩定成績 並在Hopper低潮時能扛起費城的中心打線 擁有優異上壘能力的Cesar Hernandez 去年殷傷打打停停 上壘率也創下生涯新低 今年強勢回歸目前也繳出接近3x1的打擊率 也提供了後段棒次強大的活力輸出 擺脫開季低潮的Riamuto也慢慢找回感覺 他的加入不只提供強打的活力貢獻 更在投手的領導和主殺都給了費城軍極大的安定感 而中外野的Herrera和三壘的Franco 都是有賽季20轟以上實力的選手 但開季至今只打出接近2x22的打擊率 也期待他們的反彈 先發方面有Arenola 領軍Jack Arrieta Edgoth、Jack Eflin和Vince Velazquez 去年威風八面的王牌Arenola 不僅拿下17勝還擁有2.37的頂級ERA 都是對史上第二個賽季超過200K的投手 但19賽季卻完全變了掉 依據StackCast的數據分析 這季不管是訴求的球速和轉速 都是地域聯盟平均的 而被打者擊球的初速和扎實度 都是來到生涯最差 從原本動輒95-96mm的四封線 這季剩不到93mm 對一個年僅25歲的投手 就有掉速的問題 球團應該更加關注 而去年轉戰費城的Ariata 雖然現在的成績已經無法與 15年賽洋等級的他有所比較 不僅是K9值和防禦率 都是15年來的新高 但無法否定的就是有他的作證 在費城的先發輪值 是很重要的安定感 預計能貢獻雙位數的滲頭 和3.50左右的ERA 而牛棚部分 原本基於厚望的David Robinson 開機不到一個月就倒下 並留下慘淡的5.43的防禦率 當大家不知所措時 Hector Nerys卻挺身而出 有著聯盟頂尖的速球 配上不俗的三陣能力 在Robinson 缺陣下 用1.77的ERA 配上7次的救援成功 成功頂上終結者的大位 而Dominguez 則是去年 才正式有先發轉牛棚的要角 去年拿下16次的救援成功 和不到3的防禦率 有動輒100m的火球 和Nerys一樣有不錯的三陣能力 但他的控球和吸引數值 都有在加強 這季到目前為止 只有慘淡的5.30ERA 目前狀況還需調整 在牛棚中還有如下攻投手 Neshek Tommy Hunter 和前天使左頭 Everest的可用之兵 牛棚不能說是頂尖 但已經非常足夠 總結下來 Grey給出打擊10分 先發8分 牛棚8分 防守7分的成績 揮別上了球技的失憶 這個休賽季 球隊砸下了重金 也宣示了球團的決心 對於費城軍團最重要的是 新舊戰力的整合 和戰術方針的確定 這些都是攸關於 是否能重返榮耀的重要關鍵 目前在國東領先2.5場 可以說是個不錯的開始 但不能大意 不管是國民還是大都會 都在後面虎視眈眈 雖然Grey認為費城會在國東以第二名作收 但是或許 新興的費城軍 能打出突破框架的未來 也解放費城民10年來的期待和展望